原来我早就无敌了 王先生做无体一手 开始竞派 此君神韵藏秀义 竟是不败如常青 此好 此更好啊 我出五百两 你问有谁呢 五百两就想买王大家的末宝 真是做梦 我出一千两 我出两千两 过去 就这么一副字 就能卖两千两 我要是生在黄都该多好啊 这种水平也好意思上台拍卖 燕国的文艺圈也不过如此 这位兄台 这么说你是看不上我这书法了 没错 笔势柔而无力 自行粗鄙不堪 与草稿无异 敢问兄台大名 本少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陈长安 陈长安 那个夏国的书法天子 他怎么来了 知道我的名号就好 今天就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书法 哈哈哈哈 呈上来 是 字体流利自如 笔劾稳健有力 这幅字的书法水平 的确是在我之上 你承认就好 你们燕国的天才王墨已经认输了 还有没有人敢和我比试比试 这小子好嚣张啊 可他又确实有点东西真是憋气啊 没错 就是这个表情 我就喜欢看你们这副看不惯我又拿我没办法的样子 哈哈哈哈 可恶啊 姚姑娘 你冷静一点 叶先生 你一定行的 快上去狠狠打他的脸 为我大燕国争一口气 嗯 包在我身上 打脸什么的 我最在行 陈公子 在下想跟你讨教一样 你是何人 在下叶长青 叶长青 没听说过 在下酒局香烟 阁下没听过也是正常 那你倒是说说 我这幅字 如何 这幅字图有其表 行在意不在 缺了一丝神韵 实在算不上佳品 你小子是故意来找茬的吧 嗯 陛下有神韵不过是传说罢了 哪有人真能写出来 你不行 不代表我不行 好 既然你要吹这个牛 那在场的各位 就做个见证 若他真能写出什么狗屁神韵脉 我陈长安 就从这清风落月阁爬出去 若是你写不出来 那清风落月阁这块金字招牌 可就要被摘下 什么 这堵的位队也太大了吧 这可是咱们大烟的脸面啊 没问题 若是陈公子赢了 这块牌匾 我会亲自摘下 刘主是三思啊 那小子来历不明 万不可拿招牌开玩笑 酒殿下推荐的人 我信得过 承蒙刘主是信任 那在下就献丑了 唉 我看你这清风落月阁 就要毁在这无知小子手上咯 陈公子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陈下有神韵这种事 我也不过是在书中见过 真的有人能做到我 嗯 写个什么好呢 哦 有了 完成 落笔凌乱毫无章法 能写出什么好东西啊 哇 下笔如神 熠熠生辉 简直就是落笔生花啊 短短五个字 我就仿佛看到了未来附近那散双的英姿 我的心脏已经完全为他而跳动了 喂 你们两个少在那儿故弄玄虚 看我不拆穿你们 这也不怎么样嘛 好刺眼 你是 月娘 月娘 我好想你啊 求你再爱我一次啦 哇 这又这么沉 嘲嘲的陈公子都哭成孙子了 快点我们也看看呀 去展示一下叶公子的说法 是 果真不同凡响 我想请爱我的初恋 嘿嘿 看来我这不自也可以卖个好价钱了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瘦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最不容忠 就连斗雀工的孤舞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我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胜面刚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勾结了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吧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